新庸公母 二十四孝之八 朝代厚瀚 孝子江阁 娘 吃饭了 哥儿 这是 不好了 不好了 杀过来了 杀过来了 快跑吧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哥儿 你赶快和乡亲们一起逃难去 娘 那你呢 我老了 走不动也跑不动 你不用管我了 娘 你跑不动我背着你 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要想保命 快快拿钱来 这位壮士 在下也是逃难而来 身上并无银两 没钱 那就拿我命来吧 大哥 等一下 这没钱吧 好说 我们哥儿几个在这道上混得也不容易 这身子确实不错 你跟我们哥儿几个一起做强盗好了 哈哈哈哈 不可 不可 怎么 看不起我们 不是 不是 这位壮士 请听我 被我们哥儿几个看上 是你的福气 我还有一位无人照顾的老母亲 如果和你们去了 谁来照顾他呢 还请壮士 手下留情 放过我们 大哥 咱也是娘生的 看他这么孝顺就放了他吧 看你也是个孝子 今天哥儿几个就放了你了 回去好好孝顺你娘 多谢几位壮士 哥儿 累了吧 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累 娘 到了前面镇上 我们再休息吧 我不如就到妇人家里做佣人 便可以赚钱孝顺母亲了 娘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来 老人家 我和母亲逃难至此 还没有落脚之处 想在贵府做个壮工 以换些钱来抚养母亲 那好 你先在镇上找个房子 把母亲安顿下来 再来这里做工吧 刻结束 姜阁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 拿着吧 谢老爷 娘 今天发工钱了 我给你买些好吃的 快趁热吃吧 哎 好格儿 来 你也一起吃吧 不用 娘 我不喜欢吃这个 我去打扫院子了 刚回来 休息会儿吧 没事 娘 我不累 后来 因为姜阁的孝心可佳 人们便推举她做了大官 做官以后 她为官青年 勤政爱民 和母亲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 世青之颜色瓷器 必须委婉 不得失之颜值 十复是温固亦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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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